我四岁 四岁开始学话 四岁学话 为什么呢 我的影响是蛮 我的受家庭的影响 因为我的家里是一个私主 一个学校 我的爷爷 我的父亲 传统的就要学 学话 所以四岁就开始学了 学到现在五十九岁 五十五年了 学了五十五年的话 所以越学越觉得不够 时间不够用 一学越试 时间不够用 你学得越多 觉得越不够 我说没有灭绝 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 这一生也是做一件事 不可以开小差 不可以三心两意 不可以今天打鱼 明天撒网 不可以 就一生也是做这件事 非常非常的stubborn的 就是画画 后来我就学西洋画 学颜色 学现代构成 学颜色 油画 到四川美术学院学油画 学那个现代的构成 对吧 所以学了以后再回来改变 改变自己的中国画 学了这些其实还不够呢 我也花很多时间做 我做四川美术做了六年 我现在是没有做 我做了六年的雕塑 然后又做四川美 我自己做 做那些瓷器 做陶瓷 然后我还会裁剪了衣服 设设计部 设计部是自己还会裁剪 学了各种各样的边外的 很接近艺术的那些 那些其他的艺术品 来丰富推动 促进中国画的改变 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中国画 二十世纪的中国画 不可能跟二十世纪一样吧 那些大画家 你怎么都抄不过了吗 你画它一样的东西 你怎么抄得过它们呢 所以我又回想老师讲 书法写不好 你的画不可能画得好 书法写不好 你的画是软弱的 书法没有利的 软弱的 佛在纸面上的 不耐看 不耐看的 为什么我的画 越看越耐看 越看越耐看 我的画第一眼看 不怎么普通 再看越看越耐看 越看越喜欢 我而且喜欢用灰色 灰色是最难画的一种颜色 对吧 用灰色调 黑白的灰色调 实际上这个颜色 最难画最难掌握的 就是灰颜色 灰颜色组成造化 你用那个对比的颜色 肯确实那种颜色 很容易吗 那个瓶子里 挤出来就是 那个普通颜色很容易的吗 那个年轻人 就是喜欢用那个 很靓丽的颜色 是吧 那灰颜色是最难 最难掌握的一种颜色 我来这边新加坡20年吧 来新加坡20年了 差不多每一年有画展 每一年有画展 因为每一年的画展 他的风格也是不同 他的风格一直改变 所以我一生一世的工作 就是改变我自己的风格 创造我自己的风格 这个对一个艺术家 是最重要的 我从来没有去follow 去跟随别的画家怎么做 因为我研究是按照我的思想 去研究这个文化 中国六千年的文化 我们研究不完的 学不完的 对吧 我一直在跟着我自己的理解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对中国文化的乐爱 在做艺术的研究 我到四十岁之前 到四十岁 四十岁那年 我在开始卖我的画 在卖我的画 在四十岁之前 我从来不卖我的画 为什么我觉得不够 我觉得不够好 完完全全 让我自己的作品讲话 让我自己的作品打动收藏家 很多线条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书法的线条 抽象的书法线条 感觉是老藤 树的老藤 老藤则是一个借口 在这里我是表现这个线条的气势 表现这个线条的英文讲的 那个是三十年前画的 这个里面有那个石头刻出来的感觉 这个线条石头刻出来的感觉 而且里面的层次非常的丰富 和水墨结合的 和水墨相较 这个是画在布上的 画在布上水墨画 这张画就不同了 这张画的表现手法不同 表现的方法又不同 这个是泡沫的 完全是水墨 这个倒上去的 泡沫的 泡沫以后就形成一些线条 这些线条我用的毛笔感 好像是雪井这样 我用白的白颜色和水墨 混在一起倒出来的 完全泡沫破彩的 和那个表现方法不同 可是流露出那个情感 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情感实际上是一样的 表现手法不同 这个带有好像是 你在想象看 好像是一种雪井吧 一种雪吧 像灰满满的树枝吧 好像有点雪在上面 有点雪井 实际上是你雪井也好 或者什么 都是表现一种情感 是我个人的情感 那种个人的情感 是我的生活 刚才我讲 是我的生活带给我的 有点点悲伤 有点点傲慢 有点点冷漠 有点点那种思念 多一点回味 这个画我是用最简单的画 最最简单的颜色 黑颜色 白颜色是没有动过的 白就是白的纸 本来就是用一种颜色 黑颜色来画完这张画 但这个这个里面 很多很多 这个近看是很多很多层次 不同的黑黑的层次 近看很多颜色在里面 远看就一种颜色 感觉是一种颜色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颜色 非常非常微妙的颜色在里面 表现在里面 这样的话那黑色才有一种厚重 一种厚重的感觉 一种耐看 耐能寻味的厚重的感觉 如果是黑的就是黑的 一层的话 就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这是我最爱的一张作品 我就拿回来挂在家里的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